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为大家主持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越南预计今年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两国已经同意审议规定 增加芹类、鱼类和水果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那越南最大家禽和鸡蛋供应商之一的 胡志明市八幻公司创始人范士欢就说 他欢迎增加进入中国14亿人的市场 他在2月21日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越南语主说 他的公司没有向中国大陆出口过鸡肉或鸡蛋 截除这个禁令将开启他公司和很多越南家禽饲养商的大门 越南通讯社报道 家禽产品2023年只占122亿美元 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林业产品和水产品的1%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就说 越南家禽产品对中国的总出口有93% 都是牛奶和奶制品 越南新闻和越南农业1月31日报道说 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副部长 陈青南上个月访问中国五天后宣布 中国同意考虑解除越南家禽的进口禁令 中国新华社也报道说 陈青南就表示中国对肉产品的消费需求 每年大约是4000亿美元 越南向中国出口肉类有很大的潜力 陈青南1月14日到20日访问了北京和广州 他说是为了增加两国农产品进出口活动的合作 陈青南1月16日分别和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马友祥 和海关总署副署长赵真联举行会晤 要求中国对越南产品开放市场 陈青南也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同意迅速完成文件 签署三份议订书 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网站就写道 这将涵盖越南向中国出口可持续捕捞的海鲜 饲养鳄鱼和为科研而饲养的猴子 陈青南就说 两国还就中国重新进口越南热带盐龙虾达成共识 中国并考虑进口越南的牛油果和百香果 陈青南访问中国的越南果书协会秘书长邓富元 在2月21日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越南组表示 陈青南对中国的商业之旅会帮助繁荣 2024年对中国的果书出口 中国海关总署就表示 越南2016年以来是东盟对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3年头11个月的双边贸易额 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5% 中国新华社12月13日也报道 中越在农业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新华社报道 中国在2023年前11个月 进口了超过62亿美元的越南农产品 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0.3% 国际贸易理事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uncil就说 越南加勤产品2023年只占122亿美元 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 林业产品和水产品的1% 李丝会就说这主要是因为越南没有肉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正式授权 指中国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相关的进口禁令 那理事会还说 很多越南加勤产品 包括猪肉、牛肉、鸡肉和水牛肉 多年来在边境口岸受到非正式配额的限制 并遇到综合边境阻碍 以及更严格的检查和控制标准 越南媒体就报道 中国是越南水果的最大进口市场 2023年达到37亿美元 同2022年相比价值增加将近250% 市场份额增加65% 越南经济网站和越南资深就介绍 越南有14种果蔬产品正式获准进入中国 其中包括火龙果、西瓜、香蕉、梨汁、龙眼、红毛丹和芒果等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 签署了西瓜协定以及另外还有之前议定书中包含的 其他五种三竹、黑果冻、榴莲、香蕉和红薯 邓夫研究说中国市场对越南果蔬是成熟的 而且中国消费者喜欢越南榴莲产品 如果签署冷冻榴莲的出口协议 他估计中国对新鲜和冷冻榴莲的市场将让越南得到大约35亿美元 再来根据越共电子报 2024年1月份越南胡椒出口量达2万吨 出口额达7,900万美元 分别同比增长60.2%和83.9% 根据越南公贸部进出口局的报告数据 2024年1月越南胡椒出口量达2万吨 环比下降1.4% 同比增长60.2% 出口额达7,900万美元 环比增长1.9% 同比增长83.9% 2024年1月越南胡椒平均出口价格达每吨3,953美元 环比增长3.4% 同比增长14.8%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2023年越南主要出口黑胡椒 占2023年全国胡椒出口总量的69.51% 占全国胡椒出口总额的70.67% 因此黑胡椒出口增长 对越南整个胡椒出口行业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2023年 越南将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黑胡椒 其中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阿联酋、菲律宾等传统出口市场 目前越南是中国第二大的胡椒供应国 2023年出口量约达336万吨 同比增长18% 出口额达1323万美元 同比增长1% 中国对越南胡椒的进口份额从2022年的32.39% 增加到2023年的36.57% 2024年中国胡椒进口需求 预计较2023年将有所增长 这对全球胡椒出口商来说是一个机遇 目前胡椒主要用作香料和用于食品工业 其中是中国消费者使用最为广泛的香料 另一方面 春节期间 中国旅客出入境人数增加 中国驻越南使馆就发出了一则提醒 声称有民众反应在入境时被越南口岸人员索取小费 呼吁民众坚决抵制拒绝 中国驻越南使馆已向有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 督促越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那坚决杜绝口岸公职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取小费 那中国驻越南使馆还提醒要注意采集 涉事口岸 窗口序号 人员公号 以及事发时间的证据 及时向使领馆提供 同时应注意根据本人赴越目的的通过正规管道 申请相应种类的签证 入境前应备其所需的材料 那如果已经申请电子签证 应提前列印出纸纸板电子签证评证 避免因手续不全 成为了口岸人员索要小费提供借口 那公开资料就显示 目前中越边境线上的口岸有东信口岸 平祥口岸 友谊关口岸 河口口岸 人员流动数量不小 其中云南日报去年11月就报道 截至去年的10月30日 去年光是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就达到了301.6万次 那广西新闻网也报道 东信口岸去年全年出入境人员达到510万人员 口岸厌放出境旅客数 居中国同类陆地边境口岸第一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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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